我们看第三对的小大 请和长 观三界如牢狱 四生死如冤家 但其制度不欲度人 如是发心名字为小 众生借敬我愿方敬 菩提道成我愿方成 如是发心名字为大 那么前面都是约着凡夫的发心 这个协政伪真 那么这个地方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圣人的境界 小大 只是说的格局大小不同 我们先看小格局的发心 观三界如牢狱 四生死如冤家 但其制度不欲度人 小圣人 他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他所接触的环境太痛苦 所以在八大人接近上说 菩萨要修福德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你尽量不要让你的生命陷入太痛苦 虽然这个果报只是善事 但是它产生了很大的后遗症 因为如果你太痛苦 人可以有稍微的痛苦 因为痛苦会激励我们 但是如果极度的痛苦 这会产生后遗症 会伤到你的慈悲心 因为极度的痛苦 对你的内心的伤害 会让你产生对人生极度的厌恶 这个地方麻烦了 伤到大悲 所以八大人接近说 菩萨为什么要极其善业 你不能墮入到极度痛苦的果报 这个是耶者不求生进度人 为什么他要极其之良 你说我痛苦怕啥 我可以历练 你不见得帮我历练 如果你的痛苦 你人生所受的遭遇 太过不堪 会有后遗症 就是这个问题 观三界如老义 视生死如原家 因为痛苦的感受太强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人生极度的悲观 所以它造成 他不敢去关心众生 因为他怕到 他还讲到生死了 回祖说伯渡有情 他怕死了 那么这种后果就糟糕了 如是发信 名字为小 小格局的发信 就成不了大器 我们看阿罗汉尊者 当然是个圣人 但是相对于大臣来说 他非常可惜 他做的也没有少 你打他滑滑 滑滑金你看 射利我尊者 他做的事情还少吗 他就跟佛陀抱怨 他说我等同处法信 我跟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我们相同的 占得赞得空性 每一部经典 摄利我尊者几乎都没有窃息 他说佛陀 为什么我得到的是一个阿罗汉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只能够在山中 说空无相无愿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他能够做千月宝年 到十方世界转大法轮 万德庄严 他的意思就是 佛陀你老人家是不是偏心 佛陀说这个是法性量等虚空 众生发心自小 佛法的功德是无量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佛法的功德 跑到你的心中变这么小呢 因为你发心小 你把这个法的功德弄小了 佛陀说 佛陀说 大乙会偏 下雨的雨水会偏心吗 雨水普论大地啊 你是小草 你吸收的雨水少背 你是大树 你吸收的水多 跟乙没有关系吧 雨就表示佛陀的法水 为什么我 我佛陀说 我讲关一切法空无我我所 大圣菩萨就能空性里面 从无助而发心 发菩提心 那么你无助以后 你什么事都不做了 偏空了呗 所以你自己的心态操作错误 不是法门有错误 每一个法门 我们后面会讲到 每一个法门都是成佛之道 没有所谓的差别 所以这个格局啊 但是自己 你自己话题自信 你自己障碍自己的 那么这 所以天然自得大师说 说生文人 就是对苦地太过执着 对痛苦感受太神了 在产生极度的厌礼 那么伤害他的慈悲心 我们看看大圣是怎么发心的 众生借尽 我愿方尽 菩提道尘 我愿方尘 他有无量无边的愿力 西空 西空有尽 我愿无穷 那么他发了 无量无边的愿力啊 来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明智发心 明智为大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都在佛法的起步啊 我希望大家 你一开始就把它做好 就像盖房子一样 我们今生做的很有限 你盖房子 你一开始这个地 要买大一点 要圈大一点 你可以只盖一小部分 但是你一开始 就买小坏地啊 就糟了 不够用 我要提醒 所有进度中的学者 虽然我们求生进度 是短期目标 但是你最好 把成佛之道也放进去 因为你没有损失嘛 你做同样的事情 你发成佛的心 到了进度 你的阴眼更殊胜了 你何乐不为 你为什么把自己 弄成这么小格局 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再回想向大 弄了满身的法子 你是一张白纸 你是一个初学者 你跟人家写钢琴 人家收你一百块 因为你一张白纸很好教 你是老餐 他收你两百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花三倍的 因为你以前学的操作错 你一开始 你不跟最优秀的老师学 你就贪便宜 跟第二级的老师学 学到最后 很多高等的手法 你不会啦 对不对 你只好跟 你还是乖乖的 还得跟第一任 第一级的老师学 他收你两倍的钱 因为他要搞证你的错误 花一倍的时间 多倍的时间 我们迟早要成佛 你到了 一个人啊 你最好有眼见 你为了菩提道 而求生净土 你也做同样的事情 你什么都不想要佛道 你官司求生净土 也是 你只为了求生净土 而求生净土 你也做同样的事情 但如果你们到了净土 会有不同的结果 因为你们内心当中 产生的调伏力 引导力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后半段 走得很顺 有些人后半段 走得障碍重重 整个华华星 都在讲这个观念 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要做好圆满的布局 主要是到一个观念 佛教的修学 它分成两块 它有理想化的这块 也有实际的这块 发愿 越理想越好 你先不要讲 做得到做不到 其实没有人做得到 做实际上没有人做得到 只有佛做得到 你要事断一切恶 事修一切善 事度一切众生 只有一个人做到呗 那就是佛头呗 但是佛头要你发愿 一定有道理 所以 你在发愿的过程 你要越理想越好 但是你在实际操作 要误实 先找你做得到的 所以 事修跟理观不一样 理观要理想化 事修要务实 我们很快就要面临来生 你引起来生后悔 你大不足今生 做好规划跟布局 你就大大发芳的发心大 我为了成佛而到进土去 你叫他往生呗 但是你到那个地方 结果不一样 你后半段会走得很顺 所以这个小格局的发心 跟大发心 你产生不同的凶量格局 你到最后后半段 就是你跳跃的生死以外 所以 你发心小也看不出来 也一般人看不出来 你做的事跟我做的事一样 但是到了戒头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注意你的种子 你剥下的种子 是不是圆满 我们灌溉可以慢慢来 但是种子不能有差错 但是别批地